这一起悲惨的意外事故 立委刘正豪接连两天陪同着行政院长苏贞昌 总统蔡一文以及交通部长林佳龙 到花莲各个医院向伤者和罹难者家属来慰问致意 也当面要求交通部务必要查明事故原因 同时强烈要求台铁要彻底检查改善 台铁太陆阁号408车次出轨事故 造成至少50人罹难上百人经重伤 而这起悲剧也成为台铁史上最惨重的铁道事故 总统蔡一文交通部长林佳龙和立委刘兆豪 获知消息后纷纷赶赴花莲各医院探视事故伤者家属 造成这起事故原因 出判是工程吊车 未拉手刹车从公路边坡滑落 冲击泰鲁阁号 造成列车擦撞隧道壁 对此令委刘兆豪向台铁及交通部强烈要求 务必彻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改善措施 完整厘清事故原因向各界公开说明 帮助受伤的乘客来赶快复原 为首要的工作 另外也要来协助我们罹难者的家属 能够来处理后续的相关的事与 对这样的重大的交通事故一定要查明原因 而且要对所有的家属尽最大的这样的帮助以及协助 刘昭浩承诺目前就人为优先 也一定会强力要求台铁彻底检讨改进 立法院监督行政院检讨 全力提升台铁行车安全与品质 也盼望台东民众彼此陪伴 相互安慰一起度过难关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